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o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超级超级这个炫酷的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去手工DFI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相框 它我们所需要的额外的这个工具呢 就是一个万能胶 然后除此之外呢 其他的物品都是在我们的套装当中是内涵的 这些是他的一个相框 然后这个相框呢大概是这么大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是去上上颜色 它这个相框呢是一个非常硬的硬纸壳做成 这后面呢也是一个硬纸壳板 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一个相框 我可以在这个这里做出什么 然后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相框 所以那这个相框呢 就跟他们的相框 就是这样的相框 其实是一个相框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开始 那么这个相框 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 就是这样的一开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可以把它刷在我们的相框上 然后因为在这个相框上呢是要刷各种各样的颜色 所以是先刷了一个白色进行一个打底 我们等会儿可以把它晾干 晾干了之后呢可以再继续刷上其他的一个颜色 然后再继续刷上其他的颜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这边是它这个小小的粘胶 你可以把它这个架子呢 给它粘上去 把这个粉红色的一个框框 给它粘上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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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做它的一些小小的装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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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那么又做好我们这个非常可爱非常炫酷的一个相框啦 我们这边呢是要把比如说把一张这个我们同事的各种各样的小脸给它放到我们相框当中 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嗯 非常的不错呢 在后面可以把它的小的支架给它支架上 然后可以放在我们的桌子上 放在书柜上 或者是放在我们的床头 嗯 我觉得这个自己制作出来的一个相框呢非常的有意义 非常的好玩 如果小朋友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在网上订购到 我们这个就是在网上这个亚马逊购买到的 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桌边的一个玩具商城 能不能够买到 嗯 那么我们就在视频的下方呢 希望能得到你的这个留言 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每天每周都会定期的更新 希望能够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